文憑市歷史科一條有關1900至19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影響利多於弊的題目引起爭議 教育局史無前例要求取消這條的史題 認為所選取的參考資料只是偏向一方 令到考生達至一個偏頗結論 星期一會派人去到考評局調查出題過程 登一文報導 這條討論20世紀初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的歷史科必答題 考生考完一日之後 教育局就史無前例要求取消 我們會要求考評局取消這條的史題 亦都作適當的調整 維持今次歷史科考試的順道和校道 確保所有考生都得到公平的對待 教育局的理據是 題目未能配合高中歷史科的終止目標 考卷提供的資料片面 和題目涵蓋的年份是1900至1945年 但提供的資料是1905和1912年 說兩者有分別是有問題 抗日戰爭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同胞的喪生 因此其實這條題目本身是沒有討論的空間 答案其實只有弊 而不會有任何的利 有一些歷史事件 我們都不能夠開放地來討論的 這條題目其實在我們的教學裏面 應該教學生的就是我們國民的感情 和對民族的歸屬感 教育局下星期一會派人去考評局 了解民憑市出題和審批機制 和今次準備歷史科出卷的過程中 有沒有嚴謹跟從機制 教育局星期四晚已經發稿 譴責這條題目具引導性 考評局早上表示會嚴肅跟進 如果真是取消成份卷怎麼計分 教育局說相信考評局有機制處理 有線電視記者鄧日文報導 掛望歷史科民憑市曾經出現 類型相近的題目 這些題目提供給考生的資料又是怎樣的呢 又要再輕易說說 這條受爭議的試題提供兩項資料 都是提及日本對中國的援助 一份資料取材自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校長的文章 提及他答應清官的要求培育人才 另一份就包括1912年兩則引文 提及日本財閥借貸支持革命軍 考生要就這兩項資料 以及他自己所知的知識 回答是否同意在1900至1945年之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影響利多於弊 這類題型過往歷史科民憑市都有出現 試題提供的資料又是怎樣的呢 在2017年 考生要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令歐洲變得更加好 試題同樣提供兩份資料 一份資料講述婦女對一戰的貢獻得到肯定 提升婦女地位 另一份就表達戰後參戰國變得貧困 各國之間也有意識形態紛爭 在2016年 考生要回答是否同意 郭巴卓夫是一個有能力的蘇聯領袖 一份資料說 郭巴卓夫致力促進國家之間的兄弟情義 另一份就指他不再用軍隊 或者情報機關克格勒鎮壓人民 但也提到他令蘇聯離心趨勢浮現 有歷史科老師說 這次試題沒有偏離以往的出題方式 但教評會就認為 資料會影響學生掌握史實 他又說這條是歷史試題 不是辯論比賽題目 嚴肅性非常重要 有線電視機就是一隻輕易報導